圆形秃的原因目前一届并不确定 只知道可能和免疫系统失调有关 根据统计,平均100人中有2人 医生会罹患圆秃 也就是说台湾至少有40万人 可能会罹患圆形秃 圆形秃头一般有时候又叫鬼剃头 就是说突然就是早上睡醒来 奇怪怎么有一个地方突然就是头发就掉光 那个有时候跟内昏迷有关系 尤其雄性是不平,就男性荷尔蒙 或者是压力太大 一般如果说突头的地方 如果说还有毛囊在的话 大概都可以再长出头发来 因为现在有时候吃的食物啊 可能加了一些加工品超量 或者熬夜加上可能工作的压力 这可能都是原因 所以如果真的找不出原因 或者一直无法死头发再生的话 可能就要去执法 不过有时候突头 你看全世界有很多都是光头了 甚至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故意把头发剃光 所以有时候缺点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人的优点 所以可以调法的话 可以找专科的医师 再详细检查一下 沿途的发生和性别、种族无关 可能和免疫系统失调有关 导致淋巴球、白血球短暂弄错攻击对象、攻击毛囊 因而产生不自然的调法现象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